管理监业就像管理理馆 在美国路易斯拉那州监狱寻找囚犯 美国有230万名囚犯 这个数字在1972年至2011年间 持续增加 美国的监禁率是地有上最高的 监狱部门雇用的人数超过了通用汽车 福特和二马的总和 监狱在美国尤其在农村地区 扮演一个重要的经济角色 在那里政府鼓励警长们增加犯人填满牢房 在路易斯拉那州开空毒支票 会被判处10年监狱 盗窃冠犯的最低刑期为24年 那里的监狱率在20年里翻了一番 目前有超过4万4千人在狱中 每86个男人中就有个在监狱里面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令人担忧的是 整个地区的经济生存 取决于这种高监狱率 在20世纪90年代初 当路易斯拉那州面对监狱人满违反主 他面临两个选择 要么就是缩短刑期 要么建造更多监狱 他选择了建造更多监狱 由于长期的财政赤字 国家没有能力支付起建设费用 因此农村的警长被鼓励建立 管理地方监狱 及教区监狱 路易斯拉那州让警长报销 每天24.39美元关押 每一个犯人的费用 每个被关押在路易斯那州监狱的人 每天发挥纳村人55美金 这些地方监狱创造了就业机会 深受棉花危机影响的农村人口 直接依赖这些监狱 在这些经济不景气的天壁地址 监狱已成为一门生意 对许多居民来说 最好的工作前景是成为一位警卫 工资水揽不高 但这份工作也能提供良好的退休金 监狱的入住力必须保持在最高水平 以确保最大的投资回报 否则监狱将士气盈利能力 将不得不裁员 甚至关闭 这几乎就像一家旅馆 为了确保盈利 警长们必须保持床位被占用 因此教区监狱的警察长 监狱长每天早上都要打电话 看看能不能从新奥尔良和别的大城市 能不能违反的监狱州收集一些囚犯